日本的主人文化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它为每个人提供了特殊的娱乐体验。 但你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可以找到这样有趣的体验。 这次,我们就来仔细看看海外的类似实体和娱乐业务。 这时开始。 首先,我们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东道文化。 日本的主人文化在大城市尤其普遍,指的是在俱乐部和酒吧等娱乐场所工作的专业人士。 主人有责任为客人提供乐趣并营造友好的氛围。 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与顾客互动、喝酒、唱歌、玩游戏和跳舞来娱乐顾客。 当然,日本的主人文化有其独特的魅力。 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可以享受到类似的娱乐体验。 那么,让我们介绍一些例子。 美国夜总会发起人。 夜总会促销员活跃于大城市的夜间娱乐行业。 这些促销员负责将顾客引导到特定的俱乐部或酒吧, 并让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他们通常拥有漂亮的外表和沟通能力。 他们的工作是通过将名字列入客人名单并宣传特别活动来活跃俱乐部的气氛。 为了让顾客在俱乐部度过愉快的时光, 他们可能会进行精彩的表演或提供VIP服务。 舞者,在美国等国家,歌歌舞者是夜间娱乐活动的一部分。 这些专业舞者在俱乐部和酒吧通过舞蹈表演招待顾客。 他们的舞蹈动作增添了俱乐部的气氛, 让顾客在跳舞的同时享受乐趣。 歌歌舞者表演各种风格和流派来吸引顾客。 调酒师,调酒师在世界各地的酒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调制鸡尾酒并为顾客提供定制饮料。 调酒师是通过聊天和微笑与顾客互动来营造酒吧氛围的专业人士。 还有调酒师有时会制作公益鸡尾酒,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他们的部分工作是提供一段美好的时光, 与酒吧的氛围和音乐相匹配。 艺人,各种艺人活跃在夜间娱乐行业。 提供演艺、现场音乐、喜剧、魔术、舞蹈和各种娱乐形式。 他们招待客人并表演各种表演作为娱乐活动的一部分。 这些艺人在俱乐部、赌场、音乐会、剧院等场所吸引并招待顾客。 这些娱乐企业和专业人士可能因地区和文化而异。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娱乐顾客并提供社交环境。 他们努力为顾客提供特殊的体验并分享有趣的时光。 此外,每个国家的娱乐业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和文化,提供符合当地、传统和口味的娱乐活动。 因此,通过旅行和跨文化体验探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娱乐业可以是一次有趣的冒险。 最后,娱乐产业多种多样,其吸引力无处不在。 接触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娱乐是获得新体验并在世界各地享受乐趣的好方法。 让我们一起探索新的冒险和充满乐趣的娱乐体验。 请随意解释东道国文化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花太多钱有时我最终会在俱乐部花太多钱。 这可能会导致财务问题和债务。 过度劳累和压力作为房东的人可能会面临长时间的工作和压力。 这可能会对您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缺乏对女性的考虑 主办俱乐部有时缺乏对女性的考虑。 特别是,可能会出现顾客的问题行为和暴力行为。 社会偏见对于主持人工作存在社会偏见和耻辱。 这可能导致歧视性行为和思维。 教育和支持提供教育主人和客人如何花钱和成瘾风险的计划非常重要。 我们还应该为压力管理和心理健康提供支持。 法律监管和监控要加强对主办俱乐部运营的法律监管和监控,着力改善工作环境。 对女性的支持改善主办俱乐部。 对待女性的方式并建立处理性骚扰和问题行为的制度非常重要。 提高社会意识需要开展意识和教育活动,以提高社会对东道国文化的认识并减少偏见和耻辱。 通过实施这些对策,我们应该能够改善东道文化的问题,创造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娱乐环境。 正在努力创造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俱乐部和酒吧文化。